第一次以退辅会主委身份到立法院悲许 就被问到中共企图拉拢退降到广东参加黄埔百年活动 严德发重申退辅会立场 严德发也再次强调台湾才是黄埔百年正统 当年由先总统蒋中正在高雄奉身副校 不过立委沈柏扬提醒 退降一直以来是中共重点渗透对象 可能沦为统战样板且附入旅游也具风险 沈柏扬指出中共渗透台湾退休官兵 利用旅游金钱或发展及愿景等条件利用 除了退降附入旅游较难掌握之外 在发展及愿景的部分 台湾如果要避免退降被中共利用 还需辅导新退官兵 后续职业 新唐人亚特电视连家伟红颜林 台湾台北报导 也有效益 好 声音收到